好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3月周四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怎么分享 那么昨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天 那么看大家这样的一个执行 包括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策略的一个理解 可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 那么昨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心动行情 给的比较多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傲加 对吧 那么傲加也是如期所至 那么按照我们这样一个70.4这样一个回档位置 那么最终还是在这个区域 给到了咱们想要的这个位置 最后还是下来了 对吧 虽然说没有给到那么标准 但这个位置的确认度 我当时给大家讲过 大家可以再重复去看一下周三的这个视频 我说这个位置的区域 它已经是一个第三次去走70.4的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个时候确认度极其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区间进场的方式去 去做它 对吧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那么做到的朋友 那么到现在为止 其实这个节奏基本上转个四五十个点 没有任何问题 这种心动的行情 大家可以加大仓位去做 这就是大家静止曲线图提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种机会 那么但凡以后我说心动行情的时候 大家一定 一定是要就是提起来这个劲儿 去盯着这个机会去做 狠狠的去做 往透的去做 那么昨天跟大家在直播中 所提到的这个纽缘 对吧 也是在这个位置 我告诉大家 我这个区域 就是一下肯定上不来 肯定上不来 它肯定是要有那么一多所往下去走 今天早上给到了 对吧 也是五六十个点 对吧 那么做到的朋友 我看很多 我们很多学员都已经做到 那昨天呢 可以说是欧加指引 纽缘指引 然后澳元指引 对吧 澳元是昨天咱们群里面的喊单 对吧 就这样的一些节奏 都非常不错 那么大家能够把这个士气点燃 在这个过程中 真正的把我们所给到大家的一些机会去抓住 去理解 去做透 去执行好 那么其实大家想要去翻舱 是非常快的一个事情 那么今天呢 怎么分享 那么依然还是会给大家带来几个机会 今天其实又是有不错的这样一个机会产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晚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 拉伸行情 那么拉伸之后 必然又会来临另外一个行情是什么呢 逆动能 对吧 那么这个逆动能来了之后 迎接到我们的就是震荡 就是震荡 就是回党 所以今天其实就是回党的天下 就是回党的天下 我们大概来这个理一理 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澳元 就说这个澳元 这个澳元呢 昨天是给到了这个通道上沿这个位置的压制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压制 在这一带的一个压制 那么四小时 我们不管它是通道还是什么 对吧 它现在是已经给到一个逆动能 其实我们在日内 我们不需要管它那么多 一小时基本上我们只需要管它 它就是一个一笔 然后这是一个逆动能 对吧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通道 我看一下 那这样的一个走势 不管它是通道 这个逆动能到底有没有戳破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下跌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强势下跌的话 我们肯定是在上方去找空点 那这个空点我们暂且定定为什么呢 定为是一个前高的这个位置 去正会上去等它 好不好 正会上等它 那这个位置其实也就是日内不错的一个机会 扭壁呢 我就不看了 因为这个走势拉的比较大 这个拉的比较大 但是呢 也大体上 划定了一个区域 就是这个区域未来 将会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区域 那么日内其实扭壁的话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虽然不是我们操作重点 如果说能下来 那我们肯定是一个多点 能上去 肯定是一个空点 肯定是空点 但是扭壁跟二元比的话 二元作为重点就可以了 作为重点就可以了 另外呢 说一下美加 美加呢 昨天晚上跟他直播的时候也讲过 那么在这个位置啊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多点 这条水平线 那么结合这条水平线 我们再看一下布林带 日线级别布林带中轨 刚好也是在这个位置啊 一个碰撞 那么这个位置去多 我觉得啊 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啊 那么也是双线的一个公正 这个多啊 那么已经在早上的时候 给到这么一个刺头 那么大家也可以再等一下15分钟啊 再给一个刺头也可以啊 直接左侧进场也可以啊 问题不大啊 这个其实也是日内的一个重点 那么商品货币说完了啊 那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原油啊 原油今天是重中之重啊 重中之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这个原油 在低位走一个什么呢 震荡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其实也是源自于之前四小时 布林带其实是水平的 对吧 那这个震荡已经走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这个走势 无论是你在低位去走 其心整理 还是说是走震荡的一个 这个箱体 那么现在也基本上 走到上沿附近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昨天是晚间的时候 应该是早上的 给到了一个逆动能 凌晨的时候给到了一个这样一个逆动能 这样一个逆动能 其实对于整个这一段上涨来讲 其实你们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就是反转吗 其实是是有多大的一个反转 其实也没有多大 对吧 就是说这个 这个行情在这已经拐过一次了啊 他这个逆动能没有他 没有特别大 没有特别的就是夸张 其他也就只能说对于这一笔来讲 是比较大的一个逆动能 那么他能否就是说直接反转于这一段 我们还要看他后面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一段其实我个人预期啊 不是一个什么去做空的一个一个状态 而是一个什么去走震荡的一个状态 而这个走震荡 目前其实也给到了一个什么呢 也给到了一个揉搓线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一个上方的通过 这里是不是下方的一个通过 这就是四根K线组成的这个揉搓线 那么分低呢 我们去做多分高 我们去做空 这就是当下短线的一个操作方式 其实这个空间上也绝对让你啊 没什么问题啊 你基本上打一个点能抓个三十个点 我觉得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抓个三十点也就足矣了啊 又足矣了 然后后续怎么走 我们还要去看他怎么怎么去变化啊 直接从这直接掉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 可能还需要再来回正一下啊 来回正一下 我们还要再去看看情况啊 那么再说一下黄金啊 很多人都比较关注黄金 黄金现在这个走势 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位置去做多 那么这条水平线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支撑 前方的一个高点 现在的水平支撑啊 这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上方呢 这里是一个压力点 那么目前这种走势啊 我们站前呢 把它看成是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 那么上方到这个位置啊 我们如果看到刺头的话 是一个空点 是一个空点 我们依然按照这样一个 相体震荡的方式去对他 就可以了啊 去对他就可以 无非就是他过来之后 我们到底空还是不空的问题 权重大小的问题 对吧 那么很简单 那么日内推荐的主要的商品货币啊 就是澳元啊 就是澳元 还有这个美加啊 这两个点 其实是日内重点 跟大家去推荐的 那么扯到了 可能这个交叉货币 那么也有一个不错的机会 跟大家单独说一下啊 那么这个傍瑞呢 其实是比较教科书的 之前呢 就跟大家提到过 傍瑞之前在这一段走势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笔下来到这 这是什么 70.4 这一笔下来到这 是多少 70.4 再上来到这 是多少 70.4 还是70.4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70.4 刚好到这个位置 然后底下这个70.4 也刚好到下方的这个位置 对吧 然后上方这个70.4 也刚好到上方的这个位置 对吧 70.4 都是70.4 那么现在这个走势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走势其实在前方这里还是有一个压力点的 而且他每一段走势其实非常有规律 大家可以注意啊 这个走势在这里是形成了一个加速减速 对吧 这一笔来讲是形成了加速减速状态 然后做了一个破位浪上去了 上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走势也还是一个什么呢 相对可以去画通道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在通道的上沿位置啊 也正好是上方的这个 上方的这个什么呢 正回档的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日内啊 观察一下啊 那么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啊 做空点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那么结合着这种傍锐啊 还有就是商品货币啊 那么是日内的这样一个重点 那么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原油啊 一定不要错过 那这种就是也是一个减钱的机会啊 减钱的机会 那么今天的行情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因为昨天的这个行情呢 造就了就是今天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看什么太大的空间啊 我们就是打点啊 就是这个短平快啊 这个震荡来了 我们就做 给到了就去给到了 没给到就算了 就这么简单啊 大家去做好今天的这样一个利润的这样一个巩固就可以了啊 好的 那么今天的早上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